公众人物呢行为还是要之所节制 一人小甜甜今天就出面道歉 针对传出了五度以死要挟前男友张峰奇 别分手 小甜甜否认呢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杀 不过倒是真的有用钥匙刮花了对方的车 小甜甜上节目酷得伤心 和张峰奇分手后流言满天飞 终于出往外籍的小甜甜 出席路跑活动 被问到分手后是否有亲身的念头 小甜甜急忙做出回应 小甜甜和张峰奇交往一年半 这也是小甜甜第一段正式的恋爱 有着冲动个性的她被周刊爆料 两人约会后 小甜甜因为不想让男朋友回家 刮花张峰奇的爱车 但事后小甜甜坦诚 私底下已经和张峰奇和好 并且赔偿五万元收车费 那你会后悔 你会后悔跟她交往对方吗 不会啊 我还要谢谢她耶 不然我也没有那个 没有第一次恋爱的经验 小甜甜强调已经走出情伤 但镜头前捕捉到了一丝笑容 还是可以看出心中的痛还没平复 是否走过伤痛 还是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